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托马要约任务 325-327 家政高手昌海不归客皆大欢喜早又要约任务 328-330 好几人者料领效果高然一等北斗要约任务 331-333 孤云阁买家俱乐部撒下甘露3000单南14 荣誉传有武朗要约任务334-336 运势无常说还是不说 这是个问题海奇大将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托马要约任务中的3的成就 这是对话分线图 小伙伴们选取不同的对话会触发对应的剧情 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点 一是结局二终 需要我们用托马来打扫庭院60秒之内完成 能拿到成就 首先畅向我们的西北方向 用普通清除杂草之后转到背后 这还有两株 然后畅向我们的左手边 更好 小企图的东方向 这还有一株 继续朝东方向走 这还有一株 之后把视线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 在这 六次最后一株清除完之后 让我们给院里的树浇水 我们创向我们的西方向 在这就是水桶 我们点击取水之后撞到背后 在南方向 这是第一株 浇水之后创向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的右上角 这是第二株 这个交好之后 创向我们的左手边 小地图的西方向 这是第三株 三株都交完 在60秒之内我们就能拿到成就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点 是结局六中 我们需要找清晦 把视线撞到我们的西北方向 对话完之后 从这跳下来 就能找到清晦了 其余按照剧情来 就能结束相撞的成就 好的 第七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早月 早又 邀约任务中的商的成就 这是对话分线图 其中需要注意的两支点是 在结局四中 我们需要在30秒之内通装完成 才能获得成就 这里建议大家带个护盾角色 给自己套上盾之后 就不用怕吹飞了 这样比较容易完成 二是一开始 任务中让我们去找早又 我怕大家找不到 这里带大家找一下 剧情到这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北方向 小地图的右上角 从这跳下来 这个头顶有拼书页的 就是早又 点击观察 我们就能触发后续剧情 剩下的也是点击 对应的对话 就能触发相撞的剧情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北斗要约任务的上的成就 一样的 这里放上了装剑对话的选择 小伙伴们选取不同的对话 就能触发不同的剧情 完成任务时 需要注意一点 一是现在的死照型号 可以直接TP了 打开地图 点击死照型 选择闯送 就能直接落来 小伙伴们不用再跑 杜云格上面再飞了 二是在结局四中 需要我们去寻找宝藏 我带小伙伴们来找一下地的点 我们先来到堆离园的这个副本TP点 到TP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北方向 朝着前面就着竖走 我们跨过这个十台阶 然后上了 在这可以参见一个像木桶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宝藏 剩余就没什么需要注意的了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 我们来收集五郎邀约任务的商的成就 做完他的故事剧情之后 我才知道为什么五郎会被叫做西娜小纪 一样的 这次光剑对话选项的分线处 小伙伴们按照这个就能拿到成就 解锁对应的结局 这里需要注意点是结局意义中 我们需要抽组四次前才能拿到成就 这里有点小伙伴们演示一下 我们先找到五郎的传说任务 然后点击进去 来找到这个最上面的故事线 我们点击图片前 第二个借着白色的格子 点击继续游王 在名神大色着 我们就能不用动位置 然后完成四次抽签 四次抽完我们就能拿到成就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9 9 9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